法国夏季打折季闻名世界 在此期间各种美妆时尚家居电子大牌 甚至奢侈品都会进行打折 今年打折季的时间是6月22号至7月19号 持续四个星期 打折季是法国经济部批准的官方活动 初衷是为了帮助商家换季清仓 减轻库存积压带来的损失 其次只有打折季的时候 商家才会被允许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出售 法国春天百货是零售业的老品牌 深受中国消费者的喜爱 随着疫情趋缓 法国春天百货的客流量 已经恢复到了疫情前的水平 在夏季打折季期间 法国春天百货也推出了各种促销打折活动 刺激消费 提升业绩的同时 也让顾客得到实惠 在这段时间的货币 我们显示了一个正确的增长 特别于年尚年 我们的美国和美国和美国和美国 和美国和美国和美国 现在我们也知道 这样的期限渠续 我们不会像我们有十多年份作业 我们并且有很多期限都会进行所 这些无论期限 但它仍然很美 非常美习惯 最主要是这五个节点 尤其在混乱或是商店 哇颜色就 Germany 这 еще很美 根据相关机构的预测 83%的法国人将参与今年的夏季促销活动 一项调查显示 面对通货膨胀 51%的法国人说 他们准备利用夏季打折季购物 这比往年更多 根据去年4月公布的调查 近一半的消费者仍然将购买力列为他们的主要关切 虽然34%的受访者表示喜欢在网上购物 但仍有30%的人倾向于去实体店 因为我购债的购物 我不太喜欢如果购物 在购物上购买 平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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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购买的小游相 小伙职业 在购物以冲 就让购物通购物 决定是很重要的 因为是某些赖但是 但不像是一件事物我们要必须 所以它是中复权的问题 专业的问题 我们不想被吸收衣服 我们知道它有很多麻烦 我们是在目标的使用最少的东西 而取得正在我最喜欢 账户是另一个目标 是让生意出的 因为它是不便宜 在某些不想要的物品